上期我们讲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男女随意恋爱的高中 结果早孕事件层出不穷 今天纳诺就来到了一个没有男生的女子高中 这个高中校风保守 校规十分严厉 不仅规定学生服装礼仪 还宣传典雅又传统的淑女才是国家珍宝 他们也靠着这种特色远近驰名 但人气并没有解决学校财政危机 学校持续营允亏损 校长就表示要把女校和另外一所男校合并 这样也算扩大资源 行政组长纳如墨老师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他说学校一直以培育品行端正的淑女闻名 男学生就像白蚁苍蝇 一旦开始啃食这里就永远不会停止 只会办坏学校名声 校长表示叫他来不是商量而是通知 如果要名声那他连工资都付不起给他了 总之学校肯定是要合并的 但怎么管理学校让他尽量符合他们的标准 那还是交给纳如墨老师您来管教 您不是最在行这种条条框框的吗 纳如墨老师回到办公室后 就把这件事情通过给了其他女老师 实时证明不是所有老师都像他这么厌难 也没有他那么口难 反正那些女孩子毕业进了社会 也是要接触男人哪 有什么好担忧的 纳如墨老师不觉得 至少在他们还是花朵的时候 给予他们最大的保护和指导吧 其他老师很无语 但后来来了一名叫Linda的年轻女老师 她好像是纳如墨的迷妹一样 不管纳如墨说什么 她都持赞同意见 还主动申请要帮她的忙 一起让学校渡过难关 很快男女校合并的消息 开始在学生之间传开 这都是纳诺提前散播的消息 生活在这所学校的女孩 从小就被灌输了 不要靠近男生的观念 所以对男生的了解少之又少 纳诺就告诉他们 男生其实一点也不可怕 他们和我们差不多 而且还很会开玩笑 虽然很担心 但一听到男孩很幽默 好像又有点期待了 没过多久 男女学校合并了 许多女孩都不知道 怎么和男生相处 纳诺就故意领着他们 和他们认识 打招呼 以及增进感情 这在一般人眼中 都是很正常的来往 但到琳达老师 和纳如墨组长眼里 就成了不安全的社交距离 他们立马添加了新校规 男生和女生要分开战队 男生和女生 要分在不同的班级 为了不拖女生后腿 他们也会把男生 往绅士方向培养 女生上课的时候 男生就在走廊上跑步 说是多运动流汗 他们就不会想 那些淫秽的事情 还不可以喝冰饮料 吃巧克力 说这些东西会刺激幸运 最离谱的是 牛奶这个词也不可以说 一定要改成杀菌饮品 真不知道是怕学生们 满脑淫秽 还是他们自己满脑淫秽 几番折腾下来 男生们都累成了狗 好不容易到了 午餐放松的时间 还要被老师监督 不能和女生交流 纳诺一看 这还不容易 逃出手机 一下子把大家拉了个群 既然老师说了 不可以面对面交流 那我们线上沟通不就好了 于是大家都开始 拿起手机热量 结果密切关注 学生动态的琳达老师 又抓住了学生们的把柄 把纳诺的手机没收 拿到了纳如墨组长那里告状 由于学生的账号密码 都是学校统一管理的 于是第二天 纳如墨偷偷锁掉了 所有学生的账号 当然 只愿没有难住我们纳诺 既然学校锁了我们的账号 自己再创一个不就好了 于是他推荐大家 安装了一款名叫 真爱的匿名聊天软件 可以匿名和学校里的人聊天 这样老师就看不出 我们在和谁说话 说不准 还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找到真心朋友或恋人 大家听得非常心动 很快这款软件 就在学生之间普及 有的人多了 老师自然也知道了 纳诺又被纳如墨 叫到了办公室训话 纳诺承认软件 是自己介绍给大家的 但这只是个聊天软件 而且大家又都匿名 不正好可以让我们 看清彼此之面目吗 他建议纳如墨 也下载个试试 所谓吃日几支笔 百战百胜 如果想了解学生们在想什么 不如自己也下场加入他们 看看这个软件上的人 是不是真如他想的那般 天天聊一些情色话题 况且 学校掌握了学生们的账号密码 如果他们好好利用这个软件 监控学生们的对话 是不是可以更好的 在他们走上歧路之前阻止他们 纳如墨和林达老师对望了一眼 好像确实有道理 于是纳如墨自己也注资了个账号 我还特意去扫了一下这个二维码 这是个普通的广告页面 纳如墨带好空花瓶 很快就匹配到了一位叫水仙花的家伙 纳如墨老师说 他有时候很回心 没有人欣赏到我的努力 水仙花就立马回了一句 我懂 你想要得到别人的肯定 纳如墨嘴角一样 好像感觉这个人 诶 挺有意思 然后回了一句 我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自己孤军奋战 水仙花也很懂 说希望他知道 现在有他陪着他 纳如墨老师听了 却勾起了一些往事回忆 其实他以前就是在这个女校毕业的 当时他有一个感情特别好的朋友 如太 两人在学校形影不离 当如太和男友吵架后 纳如墨也会守在他身边 说一辈子对他不离不弃 结果他男友过来道个歉 如太就松开了他 重新回到了男友怀抱 再后来 如太打胎 失去过多意外死亡 给纳如墨内心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也造成了他现在艳难的性格 以及对女学生们过度保护 一个礼拜过后 学校通过这个软件 调收了那些 借用软件要色情话题的学生名单 并对这一部分学生 采取了没收手机的处罚 管理也变得越来越严格 就算在走廊上正常交流 都要隔出一米的距离 纳乌跑来找他要工 还问他自己用了这个软件 有没有找到什么心仪的对象 纳如墨不想理他 就在这时 娜娜说听到学校里有交传声 纳如墨冲进去看到一对男女 上去就用棍子揍了一顿男生 结果男生被他揍得头破流血 事后调查 女学生当时是在帮男学生剪橡皮 只是他冲进教室的时候 错以为他们在干其他的事情 现在男生家长来学校投诉纳如墨 校长为了给家长一个交代 决定辞退掉纳如墨 纳如墨没有办法 这确实是他的过错 只是他有点无法想象 那些女孩没有他保护的情况 野生人静的时候 他打开了那个匿名聊天软件 看着他和水行花的对话记录 最后停留在了那一句 希望你知道有我陪着你 至少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么一个人能理解自己 第二天 校长趁此完毕 邀请纳如墨和学生们发表离职改言 纳如墨还是希望女学生 能守住自己的品德真减 男学生要和女学生保持距离 按照这个来要求自己 未来进入社会 也会是一个淑女绅士 纳如墨以外 压根不在乎他说了啥 只是拿出手机 让学生们的匿名聊天对象 统统显露自己身份 学生们开始躁动不安 纷纷跑去找起了自己的匹配对象 纳如墨无力地在台上继续讲着 就在这时 他的匿名对象也出来了 而对方就是丽娜老师 两人对了一下代号 空花瓶水鲜花 丽娜老师再也按照不出自己的感情 大声和纳如墨告白 原来他一早就暗恋着纳如墨 对他并不仅仅是敬佩还有深爱 他想一辈子陪着他 在他身边守护他 纳如墨被吓了一跳 我们都是女人 琳娜老师才不管这么多 爱情就是温暖涌上心头的感觉 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会很开心 而他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的感觉 随着镜头一转 琳娜的位置出现了儒泰 儒泰告诉纳如墨 如果喜欢就敞开心胸去爱吧 爱情从来不会错 会犯错的是人 就是这么一句话 解开了纳如墨几十年的新歌的 对不起儒泰的是那个家伙 并不是所有男生 更不应该是爱情 音频的最后 纳如墨决定尝试接受琳娜的爱 底下学生们一片欢呼 纷纷鼓掌 纳诺也决定功成身退 继续自己的下一趟旅程 然而就在这时 她的匹配对象出现了 而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想要了解后面故事的朋友 可以继续关注我 看我后面视频更新哦 好了 这里是唐四令说电影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